小朋友要贏在起跑線 很多父母都會選擇在名校區地段置業 置業之後又要想小朋友怎樣才住得舒服 究竟怎樣的裝修設計才是最好的呢 現在立刻跟我上去看看 今天帶大家來到名校地段 何文田啞士翻譯一個近千尺的單位 單位有三房兩次 運用了簡約優雅的設計 一起跟我去看看 單位的客飯廳以純白色為基調 長身用了橡牙白色 看上去簡潔得來又不會太過單調 而設計師巧妙地運用了收納櫃 和半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令空間更廣闊 白色主調配上灰白色的大理石紋磚 令到設計更加有質感 至於廚房方面 設計師就運用了玻璃間隔去阻擋油煙 同時增加客飯廳的通透感 保留充足的採光 而廚櫃方面就運用了水泥白色 配上圓木色 這種設計亦都越來越受大家歡迎 因應護主的要求 設計師專門在走廊這個位置 做了一個到頂的衣櫃去增加收納量 現在就讓我帶大家參觀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兩邊長身都做了一個到頂白色大衣櫃 帶有金色線條元素 設計高貴得來 亦可以為屋主提供足夠的收納量 洗手間方面就用了灰白色的雲石紋磚 為了凸顯這間屋以白色作為主調 鏡櫃下面做了滲光效果 令到空間更加透亮 這個浴室運用了一些金色的金屬線條 和雲石的材質更加突顯到高貴的效果 配上這個淺木色的鏡櫃 感覺上就更加乾淨了 現在很多人都會選奶油色的長身 如果你想沒那麼悶 就可以選一隻有活力的薄荷綠色 更加突顯房間的層次感 而房間的右手邊就做了一個到頂的淺木色衣櫃 而衣櫃旁就預留了一個空間擺放書桌 書櫃旁是一個很大隻的窗戶 可以採用自然光 光線更加柔和之外 亦可以達至省電的效果 而另一間房就做了書櫃連床架 度新訂造的木器傢俬 可以更加切合戶主的需要 更加靈活運用空間 而長身同樣就用了湖水綠色作為點綴 客廁方面 因為使用率比主廁更加高 所以運用了黑色的色調 看上去沒那麼容易髒 而黑色的肉瓶也都令空間變得更加型格 值得一提是這隻黑色霧面藝術瓷磚 帶點銅色的元素 可以突顯出高貴和獨特的感覺 這個單位不單止優雅又格調 運用不同的材質更加突顯到護主的覺醒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裝修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asyhouse會因應你的預算和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補價 當你選好了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還會陪你一齊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的 在工程開始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都會定時上到你的單位 幫你視察工程進度 確保工程進度良好 一般全屋裝修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asyhouse 贏你裝修設計 安枕無憂 以及我們Easyhouse整個服務都是免費 完全沒有額外收費的 我想放上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塞了? 糟糕 嘩!瓷盆的玻璃膠發霉 怎麼辦? 我可以先喝點油 醬油 獎金 嘩? 黑米